正元唱到日本發展順利 日前參加日本節目外景錄影 挑戰滑雪 正面學完換學背面 第一次滑的小眾 拋開偶像包袱不怕摔 不怕摔就會成功嗎 就會成功 會不會痛 會不會痛 還好 我應該算是 就是 在極限運動上面 也許就是小眾這種自然親切的形象 受到日本觀眾歡迎 小眾在日本竟然有一場個人展 會場裡全都是小眾的寫真 我們在這裡拍攝的時候 在旁邊的水溝蓋非常的臭 很像就是 一千倍的臭豆腐那種臭 而且它做那個像 不是做油畫 那個畫布的像 哦 哎 布玉婷整理報導 接著送大家香水哦 怎麼